我本來沒想到你出去的 不過你根本就不應該進行 你根本不應該出白話 你小朋友是乖乖聽我的話 你知道嗎 你要大聲什麼啦 三立八點台聚一家團員在近期劇情中 國民表妹菲菲遭自己的表哥大反派杜成恩開槍擊中胸口 目前正躺在醫院昏迷不醒 柯小平也因此被誣陷為兇手 而杜成恩並還想試圖控制菲菲 先去篡改他的求救紙條 讓柯小平被暫時收押看守所 再利用深夜偷偷潛入病房 注射不明物體將菲菲昏迷 如此喪心病狂 也讓網友相當氣憤表示杜成恩實在是太可惡了 拜託菲菲請醒後早點覺悟別再相信壞表哥 而素成恩在劇中露出如變態般的鬼笑 也被稱作是本劇最可怕一幕 我本來為什麼敵地吃氣完 暗後你根本就不願感情形 還不是我願意出白話 你小朋友是乖乖聽我的話 是怎樣我 這要嘛我就要照顧你已經很累了 所以我有幾個暗中在家裡 我也能哭個聽說 謝謝寶貝的感覺 別放心了 阿嬤只是睡著了 你要趕快 這幾天你會好好照顧 但你情形了 你要趕快聽我的話 知道嗎 一 二 三 一 我數一二三 木頭人 在不心動就要被 誰靠 誰靠 雖然不心動就要被那裡